不知不觉夏天已经悄悄过去了 留下的不只有小秘密 还有准备开学的屏幕前的你 虽然我们628推荐从350万的播放量不难看出 不少观众应该都已经选购到了自己新的电脑 但是我猜还有一些准大学生因为各种原因一直等到了现在 今天我们就为这部分观众准备了一期Intel游戏本的简单推荐 照理先叠个假 本期视频未设计的电脑并不代表我们不推荐 纯粹是因为篇幅有限 加上一些机型我们没有了解过 没测过 或者说不小心忘记了 如果你看中了 那么相信自己的眼光 喜欢就买 那要说今年游戏本有哪台机器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那肯定是机械革命的极光Pro 原因很简单 是吧 首发时价格一鸣惊人 直接就奠定了今年4060游戏本的价格基本盘了 那到现在开学季这个时间点 我认为只要这台电脑还是卖6000元左右 那它的竞争力依旧是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配置 首先的话CPU搭载的是i7-12650H 是一个12代酷睿的处理器 虽然它是12代酷睿 好像是老一代的处理器 但是它的一个性能还是相当在线的 玩一些游戏或者做一些什么办公学习之类的 是完全够用的 不用太担心 显卡的话就是我们最主流的RTX4060 而且是140W的满血 然后是16G内存 512GB高台硬盘 没什么好说的 2.5K的一个电竞屏 它的实测最大样度是389.6nit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优缺点 那首先的话第一点肯定性压比很好 这个不用多说 那第二点的话它的一个显卡是预超频的 那什么意思的 就是大家都是满血版的4060 但是它的性能要稍微再强那么一点点 那第三点的话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它的机身比较轻 它机身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拆机图 它电池左边是空了一块的 说直接点就是电池缩了嘛 但是这也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它的那个便写性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么它的缺点的话 我觉得也是比较致命的 那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的视频测评也说过 我们测试的这台电脑 它用的是QLC固态硬盘 后续听说换成了TLC 但是不用猜都知道 这个TLC肯定不是什么特别好的TLC 所以说这个固态硬盘性能差 我觉得还是要保留下来的 那第二点就是这个网卡性能 买到手如果说有一点动手努力的话 那就直接把网卡换掉 现在网卡应该是不贵 在网上买的话大概100块钱不到 就能够买到比较好的WiFi流的网卡了 然后是一个玩游戏中比较痛苦的一个缺点 就是高负载下表面温度较高 那这个缺点 键盘的中间这一块基本上都超过了一个37度 那是一个能明显感觉到烫手的一个温度 同时它在WASD 它也是要38.5度了 甚至右边会更热一点 对游戏体验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 建议你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是外接一个键盘 这样子的话你的游戏体验会好很多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台电脑 其实最吸引我的点还是性价比高和机身轻便 对于大学生来说我认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它存在的问题就是续航较差 而且这个机器是不支持PD充电的 所以说你如果需要长时间带出去上课的话 那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就放在宿舍里打游器 那么它电池小 然后续航差问题也不大 另外除了这个品牌 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 比如说像火影什么的 它也有一些5999元 类似木具的笔记本电脑 也可以参考一下 下一台还是机械革命 不过这次是旷世16Pro了 上面那一台电脑是H45处理器 可以说是把性价比拉到了极致 这台的话虽然还是有性价比的一款产品 但是它不是那么的变态了 这台H55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 那么这台电脑它搭载的是一个i9-12900HX处理器 我们测试过它的一个高配版本 搭载的i9-13900HX 那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12代Crate版本呢 因为它便宜1000块钱 你要知道虽然13900HX当然性能更强了 但是1000块钱的差价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说我更建议你 就是推荐求其次选择老一代的CPU 而且玩游戏是绝对够用的 那显卡的话 RTX4060 140W 依旧没有变 然后是16GB内存 固态硬盘的话加到1TB 屏幕稍微变大了一点点 但是屏幕素质提升了 205K240Hz的一个屏幕 但是亮度依旧还是350尼特标称的 我们实测下来388 那么矿式16Pro这款模具其实颜值还是不错的 但是仅限于看上去 摸起来的话还是有点明显的廉价感 尤其是这个16英寸的这个游戏本 它是不支持单手开盒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它的12900HX版本 因为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了8000元 这个价位段就是7999元 你还是这个壳子的话 那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 我希望一个更高档的一个电脑 对吧 那但是这台电脑7000元 没什么问题 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优缺点 那首先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双液晶的设计 看上去很厉害 但是我们测下来好像双液晶跟硅脂差别并不大 甚至可以说是没什么差别 但无论如何 这个电脑性能释放是比较强的 那第二就是它的一个适配器尺寸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今年机械革命的适配器尺寸都比较好 我觉得设计的挺好 还有就是一个集成重量 虽然比极工Pro要再重一点 可以看一个拆机图 它为了减重还是把这个电池给缩了 机械革命的老操作你发现没 在这个地方永远是可以藏私房钱的 那么缺点的话也是差不多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键盘面的温度较高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表面温度 满载的时候依然是中间一大块的区域很热 虽然还是45度以上 但是没有那么那么的变态 但是左边变得更热了 第二个内部空间浪费刚才说过了 第三个网卡性能一般 还是推荐就是到手就把它换掉 然后你可以看到电池缩了之后 这个续航也是PCMark10也只有3小时30分钟 所以说这台电脑也是跟极光Pro是一个意思 比如说续航没变 网卡没变 键盘表面温度还是很烫的 虽然贵了1000块钱 但是主要就是强在这个模具稍微再好一点点 然后它的一个CPU性能要强一档 i9 12900HX还是明显要比那个12代i6要强的 下一台七彩虹匠新X16 Pro 这台电脑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想到 我其实一开始也很惊讶 原本因为它的i7版本定价是9199元 首发是8899元 那个定位是偏高端的 但是在换了一个i9 13900H之后 这个价格反而是大幅度下降的 我看这个京东售价只要7,299元了 那这就比较值得说了 像这个匠心X16 Pro的外观质感 可以看一下 它还是不错的 外壳基本上都是一个金属了 然后这个机身保管的机身 还是比较精致的 这台电脑是蓝天出品的嘛 那我以前测那么多神之后 我总觉得蓝天的电脑还是很粗糙的 但是这台机器在我面前一看 感觉还是可以的 就是改善了我对蓝天的客观影响 这个匠心X16 Pro看上去还是比较薄的一台机器 但其实它的重量还是比较重的 然后同时这个散热可以看到 内部一大块均热板 重量很重 然后散热也提升了 这是一台相对来说更加高级的电脑 可以看一下我们测试它当时i7版本的一个优缺点 首先一个优点就是它的一个屏幕 规格是比较高的 它是2.5K的一个屏幕 然后同时16比10的比例 然后色域 做下来的话说它是100%sRGB也没啥问题 那么刷新率也是比较高的 然后亮度 现在这几个电脑性价比高 然后2.5K屏幕我发现都是350nit亮度 如果说能到一个500nit的话就非常完美了 第二个优点就是性能释放 那我们的单考FPU的话 它是有一个CPU有个90W的一个性能释放 显卡的话140W没有问题 双考是一个60加上139 140 就相当于200W的一个 接近200W的一个性能释放 那对于7.299这个价位端的游戏本来说 这个表现还是非常棒的 那U.3的话我们刚才已经大吹特吹了 咱们就不赘述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缺点 这个性价比游戏本都有这个问题 但需要注意啊 这是我们测的是i7版本的时候发现它是QLC的 这个i9版本到底是不是QLC的话 如果说有买的人咱们反馈一下给我 那么其他的话就是一些跟散热相关的一些缺点了 那比如说核心温度高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噪音大 那核心温度高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表面温度其实压的还可以 但是核心温度确实很高 CPU的话双考都97度了 然后显卡的话也是要87.7 这在同配置里面是比较高的一个温度了 没办法 这200W的性能释放 温度不高就有鬼了 然后噪音的话是61.2分配 这个噪音实在是有点太可怕了 按照我们比拔的一个测试标准 基本上游戏本的话 其实55分配 我认为是一个70分左右的一个成绩 它61音那简直了 好吧 所以说这个噪音我觉得甚至可以拍到缺点一样 那满的噪音还是很大的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总的来说这个机器其实除了价格下来很多之外 我个人认为比较惊艳的就是它这个厚度 19.9到22.7毫米 那算是一个薄型的游戏本了吧 重薄本 对不对 它还是具备一定竞争力的 如果说你对厚度比较敏感 想要一个薄一点的 不那么耍大黑粗的电脑 同时性价比还需要一点 那么这台机器就可以考虑 至少比这个便宜太多了 是不是 下一台 惠普暗影精灵9 暗影精灵9 它的风声好多好多 各种各样的配置 我最推荐的 还是这个i5加上4060加上16G加512G的这个版本 那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i5版呢 那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价格是便宜一点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i5-13500HX性能还是很可以的 它玩游戏没什么问题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专业需求 那你买i9 不能说是浪费吧 只能说是这个加价没有特别用对地方 钱花在了 不能说刀把上 可以花在刀背上 然后4060的显卡也没什么问题 还是满血版的 屏幕2560×1440分辨率是16比9的 那16比9带来的什么呢 看一下它的B面 哇 大下巴 是吧 跟我差不多 那它的亮度的话 还是350尼特 实测342尼特 还不如前面那几个 那么优点的话 我认为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线品牌里面它的性价比高 一线品牌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懂电脑的人来说 一线品牌没什么意义 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一线品牌就意味着更好的一个品牌保障 如果说电脑坏了 那你至少能在熟悉的范围内 找到他们的售后维修站 可以比较快的 比较方便的帮您进行保修 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属于像买保险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最好别出事 要出事了 那有这个就很方便 那第二条的话 两个雷电4接口 确实同价位少见 那第三点 屏幕素质较好 这其实是我凑的优点 那但是 它屏幕素质确实还可以嘛 2.5K 240Hz刷新率 是不是 但最主要的还是第一条优点 就是1000品牌中性价比较 然后说一下缺点 高复杂下面键盘中间温度较高 来看一下它这个热成像图 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 幸好这个WSD这个位置还可以 但是中间这个有一块小红饼 然后第二个缺点 给没看过我们视频的同学们 三秒钟时间反应 这个电源键在哪儿 3.2.1 找到了吗 就在这里 没想到吧 这个电源键一开始 也是让我非常懵逼的 那我骂了已经 没有三年有两年了 那恢复依旧不改 怎么办呢 接着骂呗 好 那第三个缺点 那你摸上去的话 确实容易沾染指纹 那你记得要勤清洁一下 否则的话 这个电脑就会变得很丑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散热呗 其实这个散热在主流价位段 它就是一个中等的散热 好吧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双烤 我们关掉了PPAB的情况下面测试 就是一个175W的一个级别 然后温度的话其实也是规装具的 甚至可以说是偏高的 那我认为它能推荐的一大理由 就是一线品牌中便宜 如果说你不喜欢 肯定有人不喜欢机械革命 不喜欢什么气彩虹 很正常是不是 想买一线品牌 但又不想说丧失太多性价比的话 那么就恢复这台 好吧 那接下来是天选4酷睿白 哎呀 这个 天选还记得当年刚出的时候 那真是坑到极脸 除了这个天选机 挺可爱 是吧 电脑本身就是一个飞行堡垒换皮 但是到2023年这个时候 天选4确实已经是发展的不错了 不能说是最好选择之一 但我觉得也是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择了 那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它的配置其实是没有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硬伤了 除了我这个大下巴这个点 我说了无数遍了 i7处理器 4060的一个显卡 16G内存 1TB固态硬盘 2K的广色域的一个屏幕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机身重量2.1千克 还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重量 其实散热表现也没什么问题 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整体看这个机器的话 已经没有太让我觉得受不了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的优点也写的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就是重量较轻 2.1千克的一个机身重量 这在同配置游戏本里面真的算轻了 第二就是这个续航 那无论哪个版本 包括这个酷睿版 它这个续航表现依旧是整个游戏本行业里面偏好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测脚本 但是我们测了个PCMark10 有10个小时 那么脚本的话基本上就在5个小时左右 5个小时左右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 对于一台酷睿版的游戏本来说 对不对 那缺点的话我们就找了三个 一个是Type1接口较少 2A2C 它只有两个A口 我希望多一个 然后呢方向键的话 半高这个游戏本 如果说方向键半高 其实还是挺影响人体验的 就很不爽 你只能外接键盘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屏幕下巴就好了 为什么我会比较难受这个事情 因为它的一个A卡的一个版本 用的是16比10的一个屏幕 但是N卡的版本 用的却是16比9的一个屏幕 性能释放的话 它的一个双烤的一个核心 基本上在165W左右 还不如暗影精灵久 但是也可以吧 是我能接受的底线 再低就不行了 总的来说这个性能是可以的 没什么问题 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配置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 如果说有促销价格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便宜点的话 你可以买那个灰色的版本 比这个青色的版本要再便宜点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 它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这个高负载下面的一个表面温度 这个怎么说呢 确实有点那啥是吧 但是咱们看数据好吧 咱们看数字 WSD这个位置 30.7度 有点动手呗 好吧 这在对比一下前面的几位人凶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温度到底有多低 然后呢 即便是键盘这个位置里面最热的位置 也就46.4 所以说它的表面温度控制是很好的 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它的功耗释放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而它165万强 好 那么这次推荐了一个压轴机器 咱们得上给硬货是吧 我们这次的话最后一台选择是ROG的魔霸新锐2023 实话说它对比其他13代i9的竞品 其实我觉得处理器上面是略逊一些的 但是13650HX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WRC也还是够的 然后还是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ROG的 你说是不是 这个ROG价格 1万元的ROG我觉得在大学生的这个圈子里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与此同时它其他配置也没有什么缩水 4060的显卡 16G内存 1TB舞台硬盘 这个屏幕终于是一个450尼特亮度的一个2.5K的230核子屏了 同时它支持色域切换功能 性能释放也是比较猛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U.2 双控的一个数据的话是70W加上110W 就是185W 如果说再拉满 那就可以再高一点到210W 那就很离谱了 很变态了 噪音的话强的是58.1分贝 就是你拉到210W这个水准 U.3的话我觉得不用说了 这台电脑是今年ROG这个品牌里面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除非你拿老库存根今年的比 否则的话今年的新品里面 这台电脑是ROG里面性价比最高的 那缺点的话我觉得还是老样子 首先第一 这个接口我认为还是比较少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外壳真的不耐脏 你这虽然是ROG很装逼是不是 但是你也要勤擦勤清清理 好那么缺点3可以看一下 这个缺点我觉得还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的键盘下侧这个温度比较高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表面温度的图 上面好好的是不是 都是一些蓝色的那种低温的一个区域 但是空格这个位置39.2都快40了 为什么中间这一块就算热起来了呢 WASD这个S这个键位也有39度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它这个散热设计的比较特殊 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拆机图 它有三个风扇 它左右各一个之后 它的内存条旁边还有一个风扇 这个好玩吧 那这个风扇呢 它不是那种传统的一个散热风扇 而是为了把这个机身内部的热量吹出去 用了一个导流的一个风扇 但好像这个作用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明显 但无论如何吧 这个机器我觉得还是推荐的 因为毕竟ROG已经是个比较高端的品牌了 那它能在1万块钱给到这个配置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这个就不是那种特别性价比的这种推荐了 那属于那种有点装逼需求的 那谁不想装逼的 装逼是钢学 我也喜欢装逼 是不是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我们推荐正好解决了你的问题 那么不妨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吧 如果有其他的需求或者推荐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讨论交流 互帮互助嘛 那交流买本性的帮助一点的小白 这是一笔八评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